哈喽大家好 我是电子小狗 今天又收到同行发过来的 这个好像是涅槟裂员 他自己维修过的 还带了这些配件 总共是两片板子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好了 全部拆出来 就是这两块板子 这一片拆了很多件 这一片好像是不缺件 再看一下这是来题的描述 这两片板子 主要是想我这出个视频 学习一下维修 先来看一下小功率 就是小的这一片 它主要的故障是后级问题 没有输出 但是支流300是正常的 那么看大一点这个功率 主要描述的是前级故障 H桥是正常的 后级没有问题 但是前级的话 驱动管子是过热 买了两个驱动前级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功率小的 首先来测量一下它的输入端 没有短路 测量它的输出端 这个AC1和AC2呢 就是交流输出了 进时测量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接上开关 直接上电测试 好了 开关线已经接上 接入12V电源 直接上电 电流正常 测量只能高压 260稳定正常 测量交流输出 不然没有电压啊 直接把板子翻过来 经查看是这颗494驱动的后级H桥 测量494的供电 12V正常稳定 直接再来测量四脚的死去控制端 四脚电压 4V多 太高啊 再来测量它的三脚 也是高低频不正常 测量一脚 5V 测量二脚 0.5 一脚高于二脚 三脚输出高低频 我们主要查一下一脚啊 好了 我们都知道三四脚都是高低频的 这个芯片是不能够工作输出的 经查了四脚的高低频 是由于三脚的高低频 把这三个脚对应的三进管导通了 它极带极的5V加到了这个四脚 使去控制端 是四脚也是高低频 所以我们解决三脚的高低频之后呢 那么这颗三进管不导通 四脚也就正常了 三脚高低频的刚才说了 是因为一脚同向端高于了二脚反向输端 经过最后的检查呢 发现一脚的5V电压是通过这个基准过来 这颗电阻以及这颗电阻加到一脚 实现高低频5V 那么正常的肯定不能让一脚是一个高低频 也就是不能让这个基准通过这两颗电阻加到一脚 我们看 这两颗电阻的中间里就有下边一个控制管子 可以看到这位粉丝呢 把两个管子都换过啊 实测了管子是好的没问题 所以这位粉丝的维修方向是对的 他应该测量过这里的电压 发现三四脚的电压不正常 然后这里的电压呢 受这两个管子控制 只是没有跑清楚这里的控制回路 通过刚才的分析 不让这个基准通过这两颗电阻加跟一脚呢 只能够让这颗管子导通 导通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管子发射机是接地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也就这颗管子了 它的形象是8050N拼的管子啊 所以接下来很简单 需要这个N拼管子的积极得到一个高低频之后呢 那么这个管子导通 把这里的电位拉低了 基准的5伏就不会通过这两颗电阻加跟一脚 那么这个芯片就应该工作起来 工作起来之后呢 220伏就应该可以生成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跟着这条控制卸路 从这找上去啊 他通过了这颗电阻 通过这边一个跳线过来 通过这样一个远界 它是一个电阻啊 接到了哪里呢 接到了主力部电容正机 显然这个是检测直流高压的 这样子原理很明确了啊 有了直流高压之后呢 过来控制这个管子导通 然后呢 这个管子不通 我们这个 就是就可以工作了 如果前级没有直流高压呢 那么这个管子不导通 这个管子导通 那么后期是不能工作的 简单说这个电路就是检测 有没有直流高压 或者说直流高压的电压正不正常 那么我们刚才实测了直流高压是正常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出现在这个控制回路 接下来我们采用电压测量法 快速判定鼓掌啊 我们再次上电测量 鼓掌测支三机管 积极控制电压为零 测量直流高压 检测的电阻输出 电源也为零 好了 先断电 很明显 很明显应该是这只电阻开路造成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阻是没有动过的 好了 我们取消电阻 看一下色环应该是 205 两兆的 实测组织已经无形大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换一颗电阻 再放大 仔细观看它的色环 发现第一个应该是棕色啊 105的 差点看错了 换上一只相同组织功率稍大的 这样就不容易坏了 ok 跌主已经换上 接着电源再次开机 实测交流输出两端电压 现在正常了 215伏非常稳定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个三机管的机体 现在0.6伏导通 再测四角的电压 0.3正常 再测三角电压 0.1正常 一角电压 为0正常 好了此时我们这个无数数的故障就解决了 最终呢就是一个电阻问题 好了 这样看来呢 这位粉丝是大体的故障单元找到了啊 对小的故障单元的控制原理呢还是不太熟悉 需要强化最方便的学习 我们的视频左下方的小黄车里呢 就有电子单元电路的课程学习 有需要的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